《憲政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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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幾天的抗爭之後 在七月五號 副總統吳敦義 邀請了行政院長江儀化 還有苗栗縣長 劉政宏開了一個協調會 但是呢 這個協調會看起來讓大埔的居民 以生育團體好像有了期待 但我們最後看到呢 這一個協調會根本就是虛晃一招 根本就是虛晃一招 最後竟然做成了 縣政府居然做成了要求 他們最後還是堅決要猜除大埔的 最後大埔的事故 你們覺得這合不合理 會 面對這個雙話不雙話的政府 全國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 數百位青年 今晚10點 將齊聚張耀菊 共同守護大埔 對抗暴仲 請別再拿真相未釐清 來當作不參與公民行動的藉口 那我明白地告訴大家 真相就是 紀律毀大埔 冰山差你家 在三年前的時候 行政院已經承諾 保留 但是現在卻又出爾防爾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子小小六坪的家 經歷過兩次的拆遷 從20坪拆到剩11坪 再拆到剩現在的六坪 連這樣子六坪小小的安身之地 都不容許留給人民 這已經不是行政了 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報政 所以說今天這件事情已經引起了全國學生的公憤 在網路上從昨天開始 我們就已經進行了全國的號召 那今天也會有數台遊覽車 從台北發車 其實不只是台北 台灣各地都會有趕來聲援的同學 已經有近千名的同學會來參加今天的聲援 今天在大埔這裡 包括7月8號7月9號 在大埔的當地 我們來自全國各地的大關院校的學生 會與大埔的居民站在一起 會誓死跟這樣子的報政對抗 一定會守護大埔家園到最後一刻 今天這四戶絕對不能猜 是制度的問題 不是數字遊戲 為什麼我們說是制度的問題呢 因為這個案子本來就沒有開發的必要 本來就沒有開發的必要 所以在三年前 所以在三年前才會引起這麼大的紛爭 但是吳敦義的協調之下 他還是開發了 用了一個迂迴的手段 叫做化地還農 原地保留 化地還農 原屋保留 但是三年過去了 原屋保留的承諾也沒有化大 所以這似乎要猜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說原屋保留的承諾一定要做到呢 首先這是一個行政院長正式的裁糧 法律有賦予他專案讓授的權利 同時他也經過都委會的審議 並且在法律上都與法有據 不過苗栗縣政府卻推翻了中央政府跟民眾的協議 但是我們的中央政府 馬總統 吳副總統跟江一華院長 非但沒有約束劉政鴻院長 他反而把球推回給地方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兩天 同意開發的跟不同意被拆遷的 完全回避掉這個案子 公益性跟必要性的問題 反而讓弱弱相殘 同意開發的跟不同意被拆遷的 成為一個互相在這個互相指責的狀況 這是最不好的狀況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可以去園區來看 這150公頃都已經開發了 你同意開發的住戶也已經取得你的配地了 所以千萬不要再說這似乎阻礙發展 完全沒有這回事 政府對我們農民是這麼樣的臨遲 我們這麼多年來 你看我們生病的生病 那個憂鬱症的憂鬱症 焦慮症的焦慮症 大家都有看到這個情形 為什麼是這樣 最高法院都判下來了 告訴我們 我們的人民該有的保障 很清楚 也告訴我們 這個案子是有很多地方違法的地方 政府還要這麼不公不義 所以我們今天就組了治就對 自己來保護自己 一個民主國家 政府是不是應該保護人民呢 但是很可惜的 我們的民族走到這一天 現在這個狀況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只有靠自己來守護 苗栗縣政府已經跟警政署 申請8號9號的入圈 那同時我們也在地方得到消息 就是地方苗栗縣的警察都已經停休了 所以綜合這些判斷 我們認為它是在8號的凌晨 跟9號的凌晨 最有可能來做這個強裁的動作 那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從今天的7點 7月7號的10點開始 就陸續會有各地來的學生 跟農民來此聲援 那如果他們真的要拆的話 你們有什麼名義的對策 如果他們真的要拆的話 我們除了秉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則之外 我們一定會透過臉書 透過我們的影像把訊息傳播出去 另外我們也要告訴劉政宏 劉縣長 今天你拆了一戶 明天會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農民 更多的青年 看著你 同時採取必要的行動 所以你們不會反抗嗎 我們會不會反抗 要等拆的時候才知道 因為我們還在做最後的協調 我們希望劉政宏 本女兩隻不要來拆這四個 這政府有來的事調過嗎 完全沒有 我必須要告訴全國的觀眾朋友 苗栗縣長劉政宏 違背了吳副總統 以及江院長對他的信任 一直到今天為止 縣政府沒有一個人 一通電話來跟這四戶協調 信守承諾 信守承諾 人無保留 人無保留 柴陽治國 柴陽治國 人民抗霸 人民抗霸 跟大家講 這四戶大家都清楚 已經非常無奈跟沮喪了 所以這四戶的代表也跟我講 雖然我們沒有武器 但是我們會抗爭到的 你怎麼樣來講 如果他們強制的話 你為什麼要來行動呢 我必須要講 我沒有辦法替這四戶來決定 他們要用什麼行動 但是我們有的就是我們的身體 身體就是我們最好的武器 武器 原木保留 柴陽治國 柴陽治國 人民抗暴 人民抗暴 南海 國在裏面 郵集隊 中期 三